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谁说是喜唐呢 你就让他给带天了 不是喜唐 不是喜唐 摆在这儿 就我呀 这些年啊 大江南北啊 到处出门出差 我这有个特点 我出差往回带东西 什么穿的用的 我都不买 那买什么呀 我就往回带吃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这全国各地的医生朋友啊 过年过节的 有人给我寄点什么东西 往往都是当地的特产 有一些鲜果那当时就吃了 你像这些 我一整理不少 我觉得这个种类也不少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一看挺有意思 欢迎人啊 对 我也是 就是我们家经常来一些客人 人家谁也不能空手来 是不是 所有人来给我带的东西 几乎都是甜食 你说我就想啊 你说你说你给我买点什么排骨了 给我买点肘子了 是不是 买点热了 你说给我弄了全是甜食 还不敢吃 对 什么鲜心啊 什么糖啊 都这些东西 人家寓意是 寓意是预祝你的生活甜甜蜜蜜 对对对 就是读个吉利 对对 你糖是甜的 在嘴里一甜了 心就甜了 老李 你送礼的时候 你不知道送啥 你拿糖肯定没毛位 对 就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过去就是咱别说 这带包装的 就白糖 那是 稀罕勿勿 所以说每年风天过节的时候 你能拿出几个糖来 招待宾客 那是 肯定没毛病 像刚才正花哥说的 让你 填在嘴里 填在心上 这就是礼貌 这就是尊重 对 就是说这糖啊 我就一直在想 你说糖为什么 各种这个礼物当中 它就能热门 都送 除了这个寓意之外 还有一条我认为 糖放得住 尤其是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没有冰箱那个核弹 对不对 它放得住不能换 现在什么真空保鲜 是不是 航运高铁 对不对 那时候哪敢想这些事 对不对 那时候得想 四个现代化之后 才能有这样的东西 现在果然实现了 你过去 你想想吧 天南台北的这个美食 带来带去 道上全坏了 对 所以糖放得住 首选 这个铁华老师是这么说 反正我所有糖到我这儿都放着 我也是配合 还没放呢 不是啊 到嘴里了 他特别爱吃糖 我特别爱吃糖 就是这些东西啊 这里边都跟我有故事 懂事 这个大虾酥 大虾酥 这是我最爱吃的 对 这是我后来就演出嘛 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然后演出 我们演出团到外地是有纪律的 不准这个轻易的随便自己独自上街 找找过事 然后我得跟团长请假 我说我去上新华书店买书 这里有很多 非常痛快 非常痛快 我其实去哪儿了 去百货店 卖书那根本就没去 然后就跟卖肠那儿去 这个糖是好吃还便宜 然后买一斤这个 两个兜装满了 然后往这个住地回 一边走 一边吃 一会儿呀 回到宾馆 也差不多了 这两个兜全是糖质 就这一斤糖全吃了 太坏了吧 所以就说这是我最爱 打枪 这个呢 高粱泥 知道为啥呢 这个教我学了文化 我原来一直管的叫高粱泰 我说你给我带着这皮糖 啥皮糖 我就那高粱泰 就说那叫高粱液 打这开始 这是教我学过文化 这个字认识的 这个姜糖是吧 姜糖 这个姜糖 这是运动糖 青丝红丝 过去在月饼里见到过 对呀 无人的 别说什么青丝红丝 就是无人月饼我都不吃 你看看 你看狂的 这个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和我们那一代人的区别 但我们那个年代 就爱吃无人月饼 胖艺已经说到我心里去 是吧 这个前段时间过节是吧 说给你送月饼 你说关系都很好的 我说不用 不用给我送月饼 我也不吃 我亲自做的 我是厨子 亲自做的 那我也不吃 无人的 你再拿我锅酒去 对 真的 现在真是 有的事情就老的那个月饼店 每年就做一些 送给亲朋好友 就专门做这种老式的无人月饼 正话在说这大虾酥 你能吃那么多 我真是我想想不到 大虾酥这玩意吧 猴甜猴甜 对 我小时候吃大虾酥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吃 我得有仪式感 有程序 我得把外边这种糖皮磕掉 我把外皮磕掉之后呢 因为它只能磕一头 对呀 就是一头 拿着那头 拿着磕 磕完之后把这边酥嚼 然后方头来再磕这点 反正我是不爱吃甜的东西 但这大虾酥太甜太甜 这是那个椰子糖 对 是吧 海南的 一吃到这个糖 我就能想起那蓝天大海 这海南的不是想去就去的地方 但这椰子糖我可以想吃就吃 所以说你看 一说到这个想到糖这个时候 你想到的都是旅行美景 我小时候吃糖 想到时候还打你知道吗 吃糖还打 这事得想起来吗 不都说既吃不既打吗 既吃不既打 你不信呢 你这反过来了 这既打不既吃 不是不是不是 你说什么 小时候因为吃糖都干了什么坏事 对 交代一下吧 对 就是小时候真没什么零嘴 我现在就有这个习惯 我出门一定带吃 为什么 因为我爸出门回来就给我们带吃 那年带回来的就是糖 那糖能摆在这吗 那得收起来 对 藏起来 这要摆在桌面上 那一转眼就没有了 那得了 过年过节 家里来客人 你把这糖块拿出来 这大加速 大外兔拿着 我这一摆有面子 对不对 客人咱就紧着圈上吃 那时候也馋 然后我们就要门口吧 有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她是卖什么 卖小瓜子啊 小零食啊 就是这种软糖 减糖一段一段 都是软的 散的一段一段一段的 散的 一分钱几粒啊 对 哪有钱呢 我们哪有钱 对 怎么办呢 我们家有抽屉 是我们家值钱的东西都在那里放 我得看我妈跟她抽屉里啊 拿那个票 拿这个票之后 嘴儿包嘴儿过 这玩意好东西 我哪知道那是全国粮票 谁呀 就拿这票 因为票小嘛 就去换这糖 就是换赔了 换赔了 换赔了 太赔了 全国粮票 全国粮票 现在我妈还说这事呢 那家伙一看没有了 拿去换糖去了 一说我家家 好好教育你啊 跟我苦口婆心啊 苦口婆心啊 这苦口婆心 没人劝劝吗 谁劝 谁劝谁啊 谁劝谁 那时候是看体育转 是知道什么叫女子担当 后来我爸回来呢 知道这情况之后 就变成男子担当了 男女混合双打了 男女混合双打了 最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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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买二十多块 能报几天价 这是我们挨打 大部分都是因为吃的 因为我们不是不听话 对 你们挨打之后 在家打面前什么表现 我明确说啊 我第一 我从不求饶 嗯 说妈你别打我了 从来没说这话 第二 从不认错 嗯 你别喝 嗯 就不是始终是更的 打吧 不服 不服 我的特点啊 假设我妈要打我了 我就从此以后 我就不理我妈 我不行 我家就是我弟弟惹祸 挨打的也是我 就是我弟弟就能非常合理的 把他那错误 转嫁 转嫁到我身上 我小时候真是那样 嗯 不躲 不认错 嗯 不哭 嗯 那这时候你哥一定会挺事儿处 出来帮你说话 那哪敢呢 嗯 这边要打的时候门一关 嗯 吓跑了 他就赶紧去去去去去去去 做事都洗完了都赶紧偷这再洗一遍 哎呀我跟你讲 就这时候 帮你爸妈再找个啥 睡惊会神 是 头都不敢开 嗯 那家伙 那全是好学生这个 一看着这个糖 满满的都是回忆 是 但是这个我 哎呀我看半天了我认不出来 哪个 就这个这个软糖是什么 这个 哎呀 你可以尝尝 没吃过你 要尝尝 就我要尝尝 这个我 这啥糖啊 我刚才尝半天挺好吃 什么糖啊 我开始以为是软糖 就是像学校门口卖那个什么皮糖 皮糖的感觉 但咬口感不适 它不是那种软软 有点脆 不是 这什么水果做的吗 不能 我觉得 是不是萝卜干啊 是不是萝卜做的呀 萝卜糖 萝卜糖啊 是萝卜 不是 不是萝卜 我现在给我护着点 他一会儿他再说 让我再尝尝 真没尝出来 我再试试 我没告诉你 不能再尝 这个确实是胖阿姨说的 能擦点边儿 但不是萝卜 不是萝卜 它是一种蔬菜 这种蔬菜 但不是萝卜 就这么一盘 这糖啊 在我心里 这是最特别的一个 其他的糖你当特产 尝尝也就得了 但这个糖是有营养的 但是我们现在 棚子圈我们看它啊 不允许它吃糖 不是有营养 我不是 你那一块儿营养够了 你那一块儿营养够了 这 你干什么呢 你压神去 看出看出 这什么我想好奇 这是福建带过来的 这有冬瓜糖 有 冬瓜 冬瓜做的呗 冬瓜有这么甜吗 我真第一回听说 冬瓜糖 我一提吧 还真感觉 有冬瓜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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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香 你别馋它了 我还不馋 冬瓜是好东西 嗯 这个咱前面说过 您因为吃糖挨过打 嗯 我也想起我小时候 冬瓜 冬瓜糖没吃过啊 吃过冬瓜 我这因为这个冬瓜 流过眼泪 一样 哎呀 这像是个很感人的工程 那时候我也就几岁 嗯 当时有亲戚给我们家 拿了几粒那个 冬瓜粉 嗯 我妈就给种上 嗯 冬瓜冬瓜嘛 这个名字里不是有个冬字吗 我就合着这个 肯定是冬天才能接瓜 嗯 这小时候我也这么认为的 嗯 没想到大厦边的 就眼看这瓜就接出来了 嗯 我好奇啊 我就天天在这腾下面 就这么看 嗯 也就七月份吧 嗯 长得挺大一个 对 当时我就想 这要是长到冬天 更大了 那不得有洗澡盆那么大了 嗯 啊 然后到了八九月份呢 我妈就把这个冬瓜 就给摘下来了 就把我给哭的 哈哈 你还到冬天多好啊 这瓜要长到冬天多好啊 我还能看它 到底能长多大 你说你现在就把它摘下来了 它就再也长不大了 这顿枯啊 我妈就跟我讲说 它虽然它叫冬瓜 但是它到秋天就长好了 再不摘就老了 没法吃了 我也不信 到今天我也不信 平啥才叫冬瓜啊 对不对 为这事我难过好长时间 然后 然后 就吃了呗 喝了好几天瓜片汤 把这事已经忘了 好嘞了 鸡翅 但是这个 有次冬瓜 还真发挥大作用了 这是我十来岁的时候吧 有一年夏天 连续几天的高温 然后下了一场大雨 这大雨一过我就来病了 哎呀 当时我妈就跟村里的老人啊 要了一个偏方 就是用这个冬瓜籽煮水喝 我就喝了三天吧 就这个 痰就没了 就好了 哎呀 这行啊 偏方治大病啊 所以当时我当年哭冬瓜 没白哭 酸有 酸有酸毛 关键说真有用是吧 这个 所以我就讲 这个冬瓜里啊 里里外外它都是饱 这冬瓜 你知道为什么能治你这咳嗽啊 嗯 清热化痰 能排农立湿 嗯 你当时应该是 谈热咳嗽 所以这冬瓜底就对账了 嗯 不光这个啊 冬瓜有很多好处 嗯 我每年在特定的时期啊 都会有意识的 要吃几天冬瓜 嗯 去脂降压 利尿 消肿 嗯 养颜护肤 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 冬瓜其性是微寒的 嗯 能清热解毒 沥水消痰 除凡止渴 去尸解暑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 冬瓜对肾原性水肿的人 是有帮助的 嗯 冬瓜里的甲含量很高 嗯 钠含量低 甲钠是互为平衡的 嗯 嗯 这个如果我们先做腺炎 嗯 控制这个钠嘛 你甲要是上来了 多余的钠 就能够顺利的拍出去 嗯 而且冬瓜里啊 有一种物质叫 骨氨酸 嗯 天冬氨酸 金氨酸 嗯 和鸟氨酸 很多这个氨酸 嗯 这些氨基酸 它能够清除体内的脂素 和多余的水分 能够促进水分代谢 哎 就能利尿 就能修着 哦 现在这个季节啊 还真是需要去湿气 嗯 今年有些地方这个雨水挺大的 还有的地方高温 对 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吧 今天夏天啊 就是总是乏力 嗯 有凶闷的感觉 对 是 就是外面天太热了 对 都觉得哎呀 头晕噁心 我最近都不敢出门 这一出门晒的呀 简直都不行 好 这个鼠啊 何为鼠啊 鼠热也啊 对 小鼠过一日热三分 嗯 这个鼠热是很难扛的 对 痞虚失重的人 特别容易在这个时候 头晕恶心 凶闷 心慌 发力 嗯 底子不好 这些都是鼠失困痞 嗯 嗯 这是个症表现 如果这个症 长期得不到纠正 长期不把体内的湿气去除 那就会变成病 嗯 症和病是有区别的 哦 肥胖 过去讲肥胖不是病 就是体态 现在讲肥胖是病 嗯 是代谢疾病 嗯 便秘 嗯 濕症 各种关节问题 心脏的问题 肾脏的问题 嗯 所以说中医说 千寒一除 一湿难去 嗯 如果到这个季节 你觉得身体里 总是 哎呀 说不清楚的这个不舒服 嗯 扫码 我可以根据你具体情况 单独给大家说一说 我最起码能帮你分析分析 你这是不是时期给闹的 那就赶紧的吧啊 有疑问的赶快扫码 但是今天呢 您也必须给大家推荐一道 去湿的营养菜 刚才您说这个冬瓜就能去湿 那咱就用冬瓜做呗 嗯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 能力尿去湿 消肿的冬瓜一人汤 好 嗯 这个汤啊 特别适合那些 就是最近这个时候啊 嗯 时常感觉到头晕 恶心 胸闷心慌乏力 到医院一查 又没有什么明确症状了 那些人 嗯 我们叫鼠师困匹 嗯 这些人 做法又很简单 准备食材 冬瓜有400克即可 对 1米30克 用一根排骨 不要多 把排骨洗净下锅焯水之后 冲去血水 然后冬瓜要去除油皮 洗净 洗净之后切换 一米炒起干净 做好这些准备之后 准备一个砂锅 锅里一定要加足够量的清水 然后往里加排骨 冬瓜和一米 大火煮开了之后 转小火煲最少30分钟 然后往里加盐 加进行调味 啊 然后 等一分钟就可以回锅了 电视机前的各位 您可别光顾着看啊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输入冬瓜两个字 就可以收到图文猜谱 那两位老师 咱们解答一下微信 嗯 这位微友叫外婆的澎湖湾 嗯 说 提防老师这节目太好了 啊 说看直播还能抢礼品 说人参蜜片他收到了 嗯 说自己湿气重 每次大便都要冲五六次 用纸也擦不干净 他用水洗 家里呢就跟媳妇两口人 一个月水费的一百多 今天听这个冬瓜汤这么好 说自己能不能喝 匹虚湿剩的人呢 他有这么几个特点 嗯 排便次数多 嗯 排便得上好趟厂厕 嗯 别人一天一次 他一天去四次都很正常 嗯 而且呢 他那个便呢 非常粘稠 沾便池子冲不下去 嗯嗯嗯嗯 他可不就费水嘛 嗯 你用一箱水冲完了 他好嘛 他得用两箱 嗯 你一天一次 他一天七八次 嗯 那这就挺大一个量 他这事啊挺有代表性 嗯 要坚持健脾 要坚持厨师 这得下点功夫 嗯 然后呢 说这个我们直播 我们直播 要经常送东西 嗯嗯 人参秘片我们送过 哦 你这一次你就抢着了 这运气不错 嘿 但是我们不光送人参秘片 我们还送现金红包 嗯 嗯 我们还送眼贴 嗯 那眼贴那硬盒不少钱呢 嗯嗯 还有我们这个营养态手机 好多东西啊 啊 那不是轻易能得到的啊 想得到想得到 扫码关注啊 嗯 至于厨师这个事吧 很多人都问我就是 方法和手段 嗯 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件事情 我始终那么讲 厨师这事 你要是能坚持 坚持时间越长 效果越好 用什么手段就不重要 嗯 比如说这个冬瓜 一米汤 湿气哪怕重一点 你一直吃 都能够给它降下去 当然我们不推荐 嗯 你一直吃这一种方法 方法要变 手段要新 要经常调剂 啊 这个 但不管怎么样 去尸一定要坚持 这是最要紧的 它不是个三天两天的事 啊 要调剂 调剂什么呢 今天你用了冬瓜了 明天可以用茯苓嘛 嗯 对吧 用了茯苓可以考虑用霍香嘛 嗯 用完霍香考虑金花嘛 然后艺人 手段很多 哎 包括刚才我提的这些 放在一起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趋势的高方 嗯 这也是个方计 而且高方的好处是什么 高方浓度很 平时我们做菜 汤汤水水 方的都是好方的 就是什么呢 浓度低 为什么要坚持 跟这个也有关系 啊 这个药物一旦浓缩了之后 它有效物含量高 哎 你再配合点别的手段 嗯 比如说做汗蒸 嗯 对吧 哎 然后饮食上 咱们注意把那些什么 高脂啊 嗯 高油啊 高盐啊 高糖的东西都去掉 嗯 哎 这样呢你从外部进来的湿不就少了吗 哎 这样呢你再把这个 这个厨师的工作跟上 哎 效果就会能更显著一些 哦 呃 再有一个特点 盛夏时节 嗯 想减少湿器 有一个诀窍 大家一定要掌握 嗯 冰箱里的东西 拉开门 拿过来就能吃的 嗯 尽量别吃 嗯 一口都别碰 生了最容易激发身体里的湿气 嗯 还有熬夜的 到晚上这点不睡觉 嗯 酗酒的 心情不好 压力大的 嗯 你身体里的湿气 比普通人都格外多 格外高 嗯 还有一位 微友 他的名字叫最美的云赛 嗯 以前啊就是在海上工作 落下的毛病 就身上每个关节都疼 嗯 手都有点变形了 早上起来起床之后 两只手摆不开 就像被胶水啊粘住了一样 得媳妇帮助我一点点的活动 稍微沉一点的东西也拿不动 另外呢还有这个膝盖啊 疼起来的时候就像这个针扎进骨头一样 哎 腿也没有劲儿 好久都没有下楼了 就是怕下去之后回不来 嗯 想问问老师 你看我这样了 吃点啥呢 你这不是吃点啥的问题 这事很重啊 嗯 以前刚才我说 有症和病的区别 你这又有症又有病 你病症分明 我严重怀疑他这是内风诗 嗯 赶紧上医院吧 因为第一句没提啊 你没提我就认为你可能是不知道 你没看过 嗯 你要是这样你赶紧上医院查 是不是 然后该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 你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呢 嗯 你该怎么治你就得怎么治 这不是自己在家里吃点营养菜 能调整过来的事儿 你已经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时间了 嗯 再有一个海员 海员在海上啊 那是事先装船有啥吃啥 对 嗯 而且碧河风浪打交道 嗯 对吧 尤其是远洋的海员 嗯 那一出走着一圈都得好几个月 嗯 而且去的地方呢 温度跨度特别大 嗯 今天在北半球呢 嗯 下月到南半球 嗯 对不对 这边哪是夏天那边是冬天了 对 它对我们的免疫啊 对我们的骨骼啊 伤害都特别大 嗯 你一定要先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我相信在你病症轻的时候 你的症状轻的时候 让你通过食疗来去湿 你根本没那条件 嗯 嗯 你总不能跟船上大厨说了 对 我现在要吃个冬瓜伊尔汤 你给我说吧 你赶紧圆那扇子 嗯 有菜就不错了 对 是不是 没错 是 你现在这个问题啊 真就不是一天攒下来的 怎么办呢 呃 先去医院 然后我教给你一些辅助去湿的方法 啊 是可以的 但我必须强调 你这种情况 食疗意义不大 嗯 像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足欲湯记 嗯 哎 那个对他有帮助 嗯 多看看 嗯 没事儿强强福利 是不是 而且我直播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跟我沟通 我会现场问你一些问题 呃 结合医院给你的那些意见 呃 说不定能帮你做